王一博已走向世界,由阿拉伯地区50多个国家国际媒体联合推出,并由时代周刊等多家世界级媒体合作的人类电影的71个光辉揭晓。 其中获得时代表演这项殊荣的共有17位来自全世界的演员。 他们中包括加里、库珀、费文、丽、英格丽、包曼等响意全球的演员,也包括中国冉冉升起的新星王一博。 另外两位入选的中国演员是梁朝伟和张国荣。 同时,王一博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入选时代电影。 在香港和东南岸颇有影响力的英文媒体SUS China Morning Post发布了2023年十二部亚洲最佳电影。 王一博主演的《无名》是唯一部入选的中国大陆电影。 此前,影响力颇大的海外剪辑大师Sleepies Kong将无名收入他的电影紧集中,且是他唯一收录的华语电影。 人类电影的《七十一刻光辉》给王一博的入选理由是《无名》是一部杰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战史诗电影。 它最突出的是作品中表现的对侵略者的审判意义,对于世界战争电影具有历史性突破。 中国演员王一博把各种人生气质融合为一体,完美地演出了电影中的多个经典场景,获得上海国际电影集传媒大奖最佳男演员奖。 他也是2020年代亚洲最有影响力的街舞灵魂,是街舞进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周期街舞在亚洲的最佳推动者。 王一博在可预见时间内可以被认为是2020年代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演员。 在不知不觉中,王一博已走向世界。 王一博